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道题 这是一道逻辑填空题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空 截至2022年6月底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了千万 其中新注册登记的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了这么多 按照这个趋势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什么增长 恐怕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这说的是新能源汽车 前面说汽车的保有量超过了千万 增长了这么多 说明新能源汽车的增长速度是特别快的 对吧 来到选项 我们看一下给出的词 紧喷式就像从井里面一样喷涌出来 翻倍式翻了一倍 跨越式跨了一大步 那爆发式像爆炸一样猛烈 那这四个词呢 都可以体现出快速增长的意思 所以第一个空不好区分 没有关系 我们再往后看 然而转折了 那后面说 和新能源汽车销量猛增形成什么的事 这个地方呢 其实涉及到了一个对比 是谁和新能源汽车销量进行对比呢 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往后看一下 我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保有量只有这么点 车桩比三比一 存在较大什么 那看到后面 咱们就知道了 是将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和这个汽车销量进行一个对比 对吧 那前面汽车销量是猛增 说明数量是特别多的 那充电桩的保有量只有这么点 那车桩比三比一 车是三 充电桩只有一 说明充电桩的数量是不是特别少呀 那一个多一个少 说明二者是不是不匹配呀 来到选项 我们看一下 说双方脱节了 比方说理论和实践脱节了 那他就有不符合不匹配的意思 那错位呢 我们说两个东西错位 也是强调他们双方不一致 不匹配 所以这两个词呢都行 但是抗衡肯定不行 为啥呢 因为抗衡强调的是彼此对抗 是不相上下 也就是双方实力呢 还有这个力量是相当的 但是文端呢 汽车销量多 但是充电桩的数量少 那很明显双方实力是失衡的 而不能相抗衡 所以这个词意思就不行 排除掉 那分歧呢 我们知道这个词指的就是思想 意见 记载等等方面不一致 有差别 但是文端呢 说的是汽车销量 和这个充电桩 保有量之间的一个关系 而不是思想 意见记载方面不一致吧 所以他意思也不恰当 再看最后一个孔 诸余是谁 依然是前面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对不对 那这个充电桩怎么样 说他数量特别的少 对吧 说明他是不足的呀 来到选项 我们看一下缺口 就是短缺的部分 说这个充电桩 有较大的缺口 就是数量特别少 数量特别的短缺 没毛病 那瑕疵呢 瑕疵我们知道就是指微小的 一点点缺点 我们说一个人有瑕疵 嗯 就是这个人 瑕不掩瑜 一点点小毛病 不算啥 是不是他的程度是比较轻的 但是文端呢 想要强调的是 充电桩的数量太少了 他只有这么点 车桩比三比一 他的数量太少太少了 太不足了 所以这个瑕疵 他的程度就太轻了 天人文端不合适 因此这道题呢 我们就锁定到了4D选项 以上就是对于这道题的讲解 就是对于这道题的讲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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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